明月照大江引出自哪裡 我跟你講 國民黨每次要釣書袋都出自金庸 他強由他強 清風府三綱 他恨由他恨明月照大江 讓我翻譯一下嘛 賴清德強由賴清德強 柯文哲恨 任柯文哲恨 我自一口爭氣族嘛 他意思是什麼東西 我不管你們啥咖啡咖啡咖 我自一口爭氣族 要參選了嘛 那郭台銘的一口爭氣來自於哪裡 意思是來自於14%支持度 加上2500億身家嘛 如果他真的投入參選 他要求不多 我只要幹掉侯友宜嘛 我是不是就可以向下壓迫 那我是不是可以向上跟柯文哲談判 你看喔 只要郭柯一合 這座美民調有做啊 郭柯是35.8 所以對郭台銘來說 他在這個局 完了是企業併購的標準模式嘛 在之前我們看到侯友宜 18%的時候 數字出來的時候 大家想說 哇 18%已經很低了耶 當時連國民黨的人 包括柯治安在內 都說這叫帶風向的民調 可是沒想到他講18%是帶風向之後 後來又跑出了17%的民調 17%的民調 國民黨黨內都不敢面對的時候 又跑出了16%的民調 所以各位觀眾 今天最新的民調數字 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侯友宜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他的數字確實就只有16% 不管你看今天有幾份民調 這個16%的數字 確實讓大家嚇一跳 而16%的數字出來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郭董現在就是 趁你病要你命的狀況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的民調16%很低 可是郭台銘呢 他第一個 從出江湖第一站到哪裡去 到台南去 為什麼 因為 所以 侯友宜在台南的民調支持度 更低 怎麼樣更低呢 剛剛你看的是16% 結果你看 侯友宜在台南的支持度 只有13%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當初侯友宜講說 台南人沒肉粥 所以是台南人 現在真的讓你看 你當初講台南人沒肉粥 台南人給你看 民調支持度只有13% 所以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的民調支持度 在低的時候 這就是郭台銘的時機 所以你看郭台銘還去哪裡 他除了去台南之外 他還到高雄去 他到高雄去 去幫國民黨的小基門站台 可是舉例你想一件事 誰才是國民黨真正的母雞 國民黨真正的母雞 不是侯友宜嗎 但是國民黨的小基 顯然現在比較青睞郭台銘 不是侯友宜 這難道對國民黨來講 不尷尬嗎 好 你再看一件事 這個郭台銘除了我們講 他到這個國民黨的小基 去幫忙站台之外 他還做了一個舉動 這個舉動是什麼 你注意看一件事 他到屏東跟屏東縣議會的議長 周點論一起去參訪養殖專區 然後關鍵是他講的這句話 郭台銘竟然喊 農漁民賺大錢 舉經他講那個內容 講說漁產品怎麼樣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件事 他這一句話 農漁民賺大錢很明顯 這是設計過的 要讓媒體新聞可以下標題的 來 他講賺大錢 今年是什麼 今年是2023年 請問4年前的時候 2019年的時候 誰講過類似的話 韓國瑜的發大財 韓國瑜當初講三個字 發大財的時候 他很多韓粉都很愛發大財 這個三個字 可是你可以看到 郭台銘講這個賺大錢 這像不像是韓國瑜的淨化版本 韓國瑜的 郭台銘版本 就是一個2.0版 所以他把它改成賺大錢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很明顯 農漁民賺大錢 這六個字設計出來之後 會吸引到誰的注意力 這一定會吸引到韓粉 原來韓國瑜支持者的注意力 好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 各位去想一件事 也不過才上個禮拜六而已 侯友宜跟韓國瑜兩個不是同台嗎 那一場同台 我請問各位 你看了現場尷尬的狀況 整場韓國瑜的支持 沒有講過支持侯友宜這幾個字 那我請問這是失敗的合體 還是成功的合體 很顯然是失敗的合體 所以你看 就在他失敗合體之後 郭台銘所做的就是標準的 趁你病要你命的狀況 所以你同台韓國瑜失敗 你要搶韓粉的票失敗 你要整合韓粉失敗 那我郭台銘就在這個時候 把原來你的支持組 你整合不成功的部分 我把這塊韓粉的部分 趁勢收歸到我郭台銘旗下 所以這就剛好是 郭台銘現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郭台銘做得很明顯 這個賺大錢就是發大財的2.0版本 所以他把韓粉給鞏固過來 然後最後我再報一個料 其實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大家都在問一件事情 如果你侯友宜要跟韓國瑜道歉的話 你大大方方講三個字對不起 或是你寫道歉兩個字就好了 那你臉書也不講 見到韓國瑜你也不講 請問你的道歉有誠意嗎 這個是許多韓粉在問的問題 可是你可以發現 他還真的就是不想講 為什麼真的不想講 即便到了這個侯友宜 去上人家有台節目 趙少康的專訪的時候 趙少康都做求給侯友宜 希望他講了 還是講不出口 為什麼 因為根據我所知道 他們其實本來有派人 跟韓國瑜溝通 跟韓國瑜溝通說 這個希望 就是對你真正的道歉跟對不起 這個侯友宜會另外安排場合跟你講 可是你想說這句話 如果你是韓國瑜聽到了 你會覺得侯友宜要對你的道歉 是真心誠意嗎 還要演出來幹嘛還要另外安排 你講就講 那個禮拜六上禮拜六場合不好嗎 還要看日子嗎 是他就覺得當著你的面 直接跟你講對不起 好像對他過去硬漢的人設 這個人物設定好像有破壞的感覺 所以你會發現侯友宜怎麼樣對不起 道歉這幾個字就講不出口 可是我問你 韓粉有沒有看在眼裡 當然有看在眼裡 所以韓粉表達得很直接 道歉 連郭台銘對韓國瑜都是直接用道歉 講出口 那為什麼侯友宜就是講不出來 所以對韓粉來講 你就是沒有真心誠意的要道歉 不管你再講再多 其實韓粉都聽不進去 所以這一塊韓粉的整合很明顯的 侯友宜就是大失敗 三個字可以形容 那既然侯友宜整合失敗了 那對郭台銘來講 這個時候怎麼可以 把這一塊丟掉呢 他當然要把它撿回來 不但要撿回來 還要涼條條 所以他涼條條的方式 就是把賺大錢丟出來 變成他大財的2.0版本 這樣的2.0版本一丟出來之後 舉例你去想一件事情 你是這些韓粉 你還回得去侯友宜身邊嗎 當然不會 是嘛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他的民調創新低 所以你看 這就是今天政國會再做一份民調 這個民調裡面 侯友宜制度我們剛剛講 16%你覺得很低對不對 把郭台銘的因素加進來 如果變成四咖都 柯文哲 賴清德 郭台銘跟侯友宜 四個人下去選的時候 侯友宜只剩下15% 更低耶 對更低 所以你剛剛聽到16% 如果你覺得很誇張 對不起 郭台銘現在蠢蠢欲動 準備要跳進來 跳進來之後呢 侯友宜只剩下15% 真的差不多要換了 是 所以就很明顯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算國民黨覺得說 我不要換侯 但不換侯 請問你15%的民調支持度 對國民黨的小雞們 立委參選人們 受得了嗎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都是難以承受之重 所以大家說 剛剛秦皇就講了 你看連跟韓國瑜道歉 都要另外喬時間 侯友宜就被說沒誠意 那郭台銘就有動作 請教他正好 因為這幾天 可以看到郭台銘也去南部 剛好六個小雞 裡面有誰呢 裡面包括王家珍 李梅珍 陳梅牙 算一算 有韓家軍 有黃復興掛的 也有深藍掛的 尤其是第一站 就是力挺了 韓國瑜的子弟兵曹桓榮 這態勢滿明顯的 這包括今天有三份民調出來 看起來是一個趨勢 侯友宜繼續穩坐老三 有什麼樣的變化 對 我先講郭台銘 因為每天郭台銘參選機率 都在增加當中 對不對 上週五我說99% 好 禮拜一說99.99% 今天是99.9999% 快變成金了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件事情 對於郭台銘來說 我們之前講的 他非常非常多動作 包含說要重出江湖 他去見王家珍的時候 說要重出江湖 什麼叫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選舉的地方就是江湖 對不對 所以所謂重出江湖 當然是要重新投入選舉 包含他提出政策 包含他見王家珍的時候 講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話 他說是你 離開之前王家珍說 以後郭台銘要常常來幫我站台 郭台銘說是你們 國民黨不讓我來 國民黨沒有不讓郭台銘來 國民黨只有讓 不是本黨的參選人來站台 所以換句話說 郭台銘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就是暗示 就是未來他會變成參選人 所以不能來站台 可是問題是最有趣的事情 他昨天又PO了一個新的 新的這個臉書 裡面點兵點將 你看每一個都是韓粉 對不對 有李明璇啊 有黃紹庭啊 然後還有這個曹環龍啊 還有忠義仲啊 還有王家珍 這些又都是韓粉 而且陳梅啊 簡單講他特別寫個臉書說 關鍵時刻 台銘越境綿薄之力 駐優秀的參選人們 這個東西多少人眼紅啊 看到多少人說 我也想要在隔壁啊 對不對 業員之心癢癢 沒辦法嘛 因為郭台銘駐了綿薄之力 這不薄耶對不對 選票 鈔票可能都有嘛 對不對 選票是什麼 現在小雞這麼弱 沒有 母雞這麼弱 侯友宜對不對 我剛剛做出來的民調16% 我剛剛才講 他需要其他人來補嘛對不對 綿薄之力選票 郭台銘站出來就十幾% 這一個 第二個鈔票更厚嘛對不對 那這個在幹嘛 在劣解藍營嘛 你國民黨才推出一個 禁止非本黨的參選的站台 我郭台銘在宣佈參選之前 都是什麼藍軍重要資產 資產 對不對 所以跟資產合體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導致也沒有說話 他還沒宣布參選啊 接著擠破頭了嘛 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有玄機的國民黨人寫文章 都喜歡長長躲躲 大標題啦 明月照大江壯志在我心 明月照大江出自哪裡 我跟你講國民黨每次要掉書袋 都出自金庸啦 金庸小說啦 九陽真經裡面嘛對不對 他強由他強 清風府三綱 他恨由他恨明月照大江 沒有字幕 再來喔 他自狠來自他餓 我自一口真氣諸 台北講也是死了雅惠啦 學管爺的嘛對不對 也學賴清德嘛對不對 只是說我寫 我自一口真氣諸有點慫 因為賴清德用過 管爺也用過 他寫明月照大江 就是這句嘛 讓我翻譯一下嘛 他強由他強 清風府三綱 賴清德強由賴清德強 清風府三綱 他恨任他恨明月照大江是 柯文哲恨任柯文哲恨明月照大江嘛 金小刀自狠來自金小刀餓 我自一口真氣諸嘛 他意思是什麼東西 我不管你們傻咖嘟細咖嘟嘛 我不管你柯文哲恨不恨嘛 我不管你賴清德強不強嘛 我不管你金小刀口有儀餓不餓嘛 我自一口真氣諸 要幹嘛 要參選了嘛 否則怎麼會特別 以用這一句明月照大江 對不對 這個東西葵玉哥等下比我更熟 他一定可以解讀得更深 郭平常有人喜歡把這些文字 藏在他裡面 我自一口真氣諸 那郭台銘的一口真氣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這14%的支持度吧 對不對 現在正傳媒最新的民調 細卡都賴清德29.8 侯友宜15.2 柯文哲24.4 我自一口真氣諸14.0嘛 我沒有宣布參選就已經14.0了 加2500億身家 完全在鋪沖上去了 連柯文哲和侯友宜那邊都化掉了 他的真氣是來自於14%支持度 加上2500億身家嘛 加上剛剛馬上要拿90幾億的紅海鼓勵嘛 說哈 什麼說哈 說哈 你選總總50億好不好 他2500億可以選200次都有勝 對不對 50次都有勝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他對他而言 我自一口真就來自這邊 那關鍵在什麼 這細卡都做出來 侯友宜現在變 變多少% 15.2%嘛 換住防線幾% 15 15%嘛 所以我跟你講 郭台銘在想什麼 如果他這個投入參選 他要求不多 我只要幹掉侯友宜嘛 我變第三名嘛 侯友宜第四名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向下壓迫侯友宜 或向下壓迫國民黨來換侯 對不對 這是第三名去壓迫第四名 那我是不是可以向上跟柯文哲談判 對不對 要求柯文哲跟我郭台銘合作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呢 你看喔 只要郭柯一合 這傳媒名料有做啊 郭柯和是35.8 這後面你在佈局的感覺 賴金德32啦 對不對 所以對郭台銘來說 他在這個局完了 是企業併購的標準模式嘛 就是有個特斯拉 酷斯拉 叫做泰金德 對不對 那酷斯拉是泰金的 是最大的嘛 對不對 那如何把最大的第一名的拉掉 二三四名 一定要合中聯合嘛 那二三四名 目前看來 柯文哲跟侯友宜 完全沒有合中聯合的空間嘛 所以郭台銘覺得說 老子來加入 加入我只能夠幹掉侯友宜 我變第三名 我就有機會去 要嘛跟侯友宜合作 要嘛跟柯文哲合作嘛 有機會嗎 有機會 因為侯友宜如果變第四名的話 這些誰啊 小雞啊 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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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雞就落跑了 對 斯坦哥現在也很想照相啊 沒有這樣那麼想要去跟侯友宜照相嗎 對啊 斯坦哥現在也很想跟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是有黨啊 南軍重要資產啊 如果郭台銘有也不錯 對啊對啊 那我認為郭台銘喔 在民調超越侯友宜之前 不會正式宣布採選